他是蜀汉王国之君 扶不起的阿斗 投降曹魏 追求安乐 不思蜀 他就是刘备之子刘禅 魏国分兵公蜀 刘禅不战投降 被封为安乐公 前往洛阳 刘禅投降魏国后 又活了多少年 那些年生活怎样 结局又如何 今天来给大家讲讲 寄人之下的刘禅 刘备夺取益州 建立蜀汉 张子刘禅被立为太子 刘备去世后 刘禅继承皇位 早期在诸葛亮的辅佐下 刘禅治理的蜀国 还算安定 诸葛亮去世后 刘禅治国三十年 后期开始不理朝政 重用宦官 带领蜀国 一直走下坡路 公元263年 为国发兵攻打蜀国 派出将领中会 邓爱 诸葛旭等人 率领十八万卫军 兵分三路伐蜀 大江邓爱 带领三万多西路军 进攻达中的江维 诸葛旭率领三万中路军 负责在殷平桥 切断江维的后路 中会率主力东路军 十万多人马 兵分两路 进军汉中地区 刘禅得知消息后 立即派将领料化 带兵支援江维 面对中会大军的进攻 刘禅派出张义和董爵将领 带兵到阳安关口防守 一个月后 魏国准备就绪 向蜀国发动全面攻势 刘禅按照原计划 命将为布防兵力 汉中地区的蜀军 被调到汉城和乐城驻守 魏国的大将中会 派魏军将领李甫 进攻乐城和汉城 狐猎带兵进攻关城 中会则带兵进攻杨安关 面对魏军的猛攻 蜀国的将领 有些奋战而死 有些倒戈魏军 很快 中会带领的魏军 攻下了汉中多处据点 重镇关城也被拿下 还意外收获了蜀军裤藏的两骨 蜀军还在死守黄金城和汉乐二城 魏军占据上风 中会留下两万兵力包围 汉城和乐城 然后领兵直逼蜀国要地建革 为了减少正面对抗损失兵力 中会向蜀军发了一张告示 劝详蜀地军民 以减少兵民伤亡 中会带领的东陆军 取得了不错的战国 邓爱带领的西陆军 也按照原计划带领三万人马 对姜维展开进攻 邓爱命部下王新 千红和杨新 从三面包围 进攻达中的姜维 姜维在达中 得知卫军进军建革的消息后 非常担心杨安关的驻守 他没有和邓爱做太多抵抗 一边作战抵抗 一边带兵撤退 姜维只想尽快带兵赶到关城 援助死命抵抗魏军的将领 这时 诸葛旭按照原计划 带领三万多中路军 已经到达了阴平桥头 正在往关城赶的姜维 被诸葛旭的大军切断了退路 为了引开魏军 姜维率军绕到魏军后方 炸诸葛旭率军后退 这招非常奏效 诸葛旭怕姜维率军 断了自己的后路 带领魏军撤退三十里 姜维看准时机 趁诸葛旭后退的时候 迅速带兵回撤 越过阴平桥头 诸葛旭察觉不对劲时 魏军十八万 属军十余万 汉中霸主蜀国 为何会被魏国轻易打败 姜维已经带蜀军走远了 诸葛旭已经来不及追赶了 蜀军急速赶路 很快到达阴平 军队一路南下 姜维带领军队赶路过程中 遇见了董爵 廖化 张义等蜀军降临 正往北上支援 姜维询问目前战事情况 才得知 官城已经失守 蜀军已经退兵到汉中建阁 现在正和魏军奋力抵抗 姜维和蜀汉援军会合后 带领廖化等人一起北上支援 建阁是一个异守南宫的地方 地势非常险峻 姜维和援军到达建阁 他利用当地的地形 列军严防死守 刘禅见此行事 立马向东吴求救 东吴派出人马救援蜀国 中会率领的魏国大军 被阻挡在建门关外 进不去 一直驻守在关外 建阁呢 是通往蜀国都城唯一的通道 已经攻打到建阁 中会没有接到命令 不能扯兵 也不能放弃 但是 一直这样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 于是 中会呢 给姜维写了一封信 劝姜维投降 但是 姜维不为所动 没有给中会任何回应 依然驻守在天险另一边 蜀军保险聚守 中会面对建阁这道天险 没有任何办法 一直被姜维的大军拖住 邓爱对抗姜维不成 于是 率军偷袭蜀国的腹地 驻守棉竹的诸葛瞻 被邓爱带领的西路军偷袭 诸葛瞻不敌魏军 在棉竹战败 刘禅得知棉竹失守的消息后 十分惶恐 立刻召集在成都的蜀国大臣 商量应对魏军的对策 虽然蜀国腹地被偷袭 但是魏军只有三万多人马 蜀国目前还有一定的抵御实力 有人建议刘禅和魏军背水一战 但是呢 也有怂恿刘禅向邓爱投降的 在蜀汉南中驻守的大将霍哥 也极力建议刘禅率兵攻打邓爱 保卫都城成都 现在决策权在皇帝刘禅手中 刘禅最终听起了乔州的投降建议 决定不做抵抗 向魏军将领邓爱投降 并派人前往南中 告诉大将霍哥投降的消息 刘禅在蜀国有实力抵抗魏军的情况下 轻易向邓爱投降 之后 又命在剑阁死命防守的江维 向魏军将领中会投降 这边 江维劝说中会 反魏自立的计划被打乱 消息走漏后 江维和众多蜀汉将领被杀 蜀国都城 经过魏军洗劫后 慢慢地恢复了平静 刘禅投降魏国 三国中的蜀国灭亡 此时 魏国的真正掌权者 是司马家族 刘禅投降魏国后 又存活了多少年 结局是好是坏 司马昭下令 让投降的刘禅 前往魏国都城洛阳 司马昭不放心刘禅 在刘禅前往洛阳之前 设宴邀请刘禅 司马昭故意安排了蜀国的歌舞表演 想试探刘禅 刘禅看到王国的歌舞 非常的伤心 为了消除司马昭父子的疑心 便在宴会上 对司马昭说 自己一点都不思念蜀国 这句话 消除了司马昭的疑心 刘禅被封为安乐公 之后 带领自己的家眷 迁到了洛阳 刘禅对司马昭的安排 没有一点不满 司马昭父子也没有为难刘禅 给予了他一定的待遇 不仅赐了一个大宅子给刘禅 还被封十亿万户 待遇还是不错的 虽然远不及在蜀国当皇帝的时候 但是 对于一个王国之君来说 已经非常好了 起码 生活用度足够 刘禅受到了司马昭的优待 和他一起投降魏国的子孙和大臣 也受到了优待 据历史记载 刘禅的子孙们都被封官 有五十多人被封侯 建议他投降的大臣们 也受到了司马家族的善待 张绍 玉政 乔州等人 都被封侯 当初建议刘禅保卫成都的大将霍哥 在刘禅投降之后 带领南中六郡也归降了魏国 同样受到了司马昭的善待 并给予霍哥南中都督的职位 让他继续镇守南中 霍哥后来平定有功 还被司马昭封侯 由此可见 刘禅投降魏国后 自己不仅受到优待 其子孙和文武大臣 也被魏国善待 刘禅被安排到洛阳后 虽然失去了自由 但日子还算安稳富足 这样的生活 刘禅过了八年 公元271年 刘禅因病去世 享年六十四岁 公元265年 司马昭病逝 妻子司马炎代位称帝 建立了晋朝 安乐公刘禅去世后 皇帝司马炎 赐嗜好为司公 仿佛是在讽刺刘禅 刘禅在司马家的控制下 过了八年的太平生活 也算是得到了善终 但是他这样去见刘备 刘备应该非常后悔 自己当初的选择 也许会无语到哭泣吧 刘禅投降魏国 看似得到了好的结局 但是他不战而降的行为 不是令人信服的 当初极力主张刘禅投降的那些官员 虽然得到司马昭父子的善待 但是他们所得到的好处 是建立在抵抗魏军的蜀国将士的鲜血之上 这是一种非常自私的行为 刘禅不顾先辈的辛苦打拼 轻易投降魏国 这不是值得称赞的举动 所以说刘禅对不起先辈 也对不起为蜀国拼命抵抗的人 关羽的后人在卫灭蜀之战中惨遭灭门 刘禅的责任非常重大